前世 竹马喜欢上了我的伏地摩室友 两人偷偷交往 成绩急速下滑 所以当他妈妈来询问情况时 我选择实话实说 多年后 他成了年轻有为的企业家 而我却被他关在地窖里 被迫给室友弟弟生儿子 他说 这是兰兰生前最大的愿望 也是你欠他的 我恍然大悟 原来这些年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 最后我难缠而死 再睁眼 我居然又回到了十年前 陪宋义复读的时候 陈月 听说你喜欢我 熟悉的声音灌进耳朵 我抱着眼前 志气未托的宋义 恍惚了许久 周围传来起哄声 我目光一一扫过 每一张青涩的脸庞 直到看见坐在我旁边的梁友兰 感受到圆归扎进手指的疼痛 我才后知后觉的发现 我居然重生了 前世的我是难缠死的 当时宋义就站在不远处 我苦苦哀求他 宋义救我 救救我 我不想死 可他却只是一脸的冷漠 随即递给梁友福一把刀 让他破开我的肚子 把孩子取出来 仿佛我在他眼里 就只是个生孩子的工具 连畜生都不如 铺天盖地的恐惧席卷而来 我浑身早已经被汗水湿透 鼻腔里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 我用尽所有的力气 发出绝望的惨叫 不 不要 宋义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我们青梅竹马 从相知到相爱 最后不如婚姻 一切都是那么的水到渠成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结婚后一切都变了 他先是天天缠着我 把我身边所有的异性 都当成假想敌 以至于我都没办法 正常社交和工作 只能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 我以为这样生活 就会好起来 可他又开始处处挑我的错 想方设法地打压我 贬低我 让我陷入极度的不自信当中 后来更是对我拳脚相向 偏偏他还特别善于伪装 把自己包装成 他是顾家的好男人 说他家暴根本没人信 结婚第三年 他更是连哄待骗地 把我送进大山里 不仅允许变态 光过梁永福侵犯我 折磨我 还把我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窖当中 强迫我给梁永福生儿子 这已经是我生的第四胎了 之前几个都是女孩 一生下来 就被梁永福当着我的面 活活掐死了 他还不解气 骂我是生不出儿子的废物 完全不顾及 我刚生产完的身体有多虚弱 就是一顿毒打 打完又继续伤害我 直到我再次怀孕 面对宋义递来的刀 梁永福有些害怕 双手哆嗦着不敢接 去呀 怕什么 一步步朝我走过来 我已经绝望了 难产让我痛不欲生 仿佛要将我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撕开 每一根血管都崩断 甚至巴不得梁永福 赶紧给我来一道 让我死个痛快 冰凉的刀刃划开肚皮时 我听见宋义说 这是蓝蓝生前最大的愿望 也是你欠他的 记住 这就是你乱说话的代价 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宋义早就恨透了我 他对我的所作所为 都是在为他死去的白月光梁永兰报仇 前世 爸妈离婚后 我跟着爸爸搬到城里 跟宋义做邻居 我们俩年龄相仿 上同一间学校同一个班 每天都一起上下学 一起做作业 一起玩 逐渐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也曾在青春懵懂的时期 对他有了点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约好要考同一所大学 可是他高考失利了 我便义无反顾地陪着他一起复读 就是在复读的时候 他居然喜欢上了别的女生 我虽然很难过 但也尊重他的选择 可偏偏他喜欢的 是我那个伏地魔室友 梁友兰 友兰 协议友兰 光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他们家有多众男情女了 梁友兰更是伏地魔本魔 整天占室友的便宜 各种卖惨 借钱 要东西 然后转头就给了他逼 有一次 他偷了室友的游戏机给他弟弟 被室友发现以后 他还大言不惭地说 那种游戏机本来就是给男孩子玩的 女孩子有时间还是多学做饭比较好 他还经常在寝室里 宣传他那套生男孩传宗接代的理论 室友们都被他整无语了 没人愿意跟他玩 只有我还试图颁证他的思想 因为在他身上 我看到了妈妈的影子 我妈妈也是伏地魔 他什么都只想着舅舅 从来不管我们这个小家的死活 爸爸也是实在受不了 才和妈妈离了婚 那年我才十岁 亲眼看到妈妈分走一大半家产后 高高兴兴地给了舅舅 可后来妈妈生了病 舅舅他们却一分钱都不肯出 眼睁睁地看着妈妈 受尽病痛的折磨而死 同学一场 我不想他也这样 没想到他就顺端子爬上来了 居然想让我给他当地席 甚至借口请我吃饭 故意把他妈妈和弟弟带来相看 气得我当场跟他翻了脸 他却说 读书有什么用 女孩子早晚不都是要嫁人的吗 我弟弟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那时我才知道 原来他在学校读书 就是为了给他那个初中就辍学 一事无成 好吃懒做的混混弟弟梁永福 找个成立媳妇 难怪他成绩倒数 家里又极度重男轻女 还能有学上 前世 我看清了梁永兰伏地魔的本质 劝了宋依好多次 可他根本不听 成绩也在急速下滑 很快他妈妈也察觉到了 跑来询问情况 我就跟他说了 他妈知道后很生气 出面逼迫他们分了手 之后梁永兰退了学 听从家里的安排 嫁给了一个老男人换彩礼 宋依奋发图强 如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对我也是一如往常 我以为梁永兰只是个小插曲 却没想到多年来他从未忘记 后来他向我表白跟我结婚 都只是报复我的手段而已 他真是爱惨了梁永兰啊 所以这一事 我要成全他和梁永兰 这对孔明鸣鸣 思绪百转千回 一瞬间又被拉了回来 我立马截断了宋依 接下来要说的 羞辱我的话 反问他 你听谁说的 随即目光一转 不会是你爸梁永兰 明明是你自己喜欢他 干嘛拿我当挡箭牌 而且他不是在追你吗 你为什么不答应呢 然后又夸张地瞪大眼睛 捂住嘴 做出惊讶的表情 你该不会是故意吊着他吧 我将矛头指向梁永兰 对我点名的一瞬间 他肉眼可见得慌了 前世我拒绝了他弟弟 也和他彻底撕破了脸 不知道他跑去宋依跟前说了些什么 宋依这才迫不及待的 要当众给我难堪 他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 他说 陈月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 又黑又胖 还蛮脸痘 求求你别恶心我了好吧 恶心 他说我恶心 好歹我们也是一起长大的 七八年的感情 竟然还比不上 刚认识不到两个月的梁永兰 不过这次 我没有给他伤害我的机会 梁永兰否认三连 不是的 我没有 你别乱说 急了急了 我故意打断 然后用挑事的口吻继续道 不会是被我猜中了吧 难怪之前隔壁班提尾送你礼物 你也没拒绝 你这样吊着多少男生啊 梁永兰被我打得措手不及 小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他撇着嘴 委屈地看向旁边的宋依 宋依顿时心疼不已 立马为他发声 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同学 你隐瞒成绩 故意说自己也没考好 不就是想陪我复读吗 还说不是喜欢我 仿佛只要能证明我喜欢他 我就是食恶不赦的罪人了 或许喜欢他真的是一种罪 不然前世的我也不会对句收场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无奈解释道 是你妈求着我陪你复读的 也是你妈让我隐瞒高考成绩 说是怕伤你自尊 说完我肩膀一耸 两手一摊 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落在宋依眼里 更是极尽嘲讽 前世我高考考了600多分 本来可以去上喜欢的大学 可是宋依他妈哭哭啼啼跑来求我 说宋依没考好 让我陪他复读一年 我没犹豫多久就答应了 现在想想 真是不值 宋依愣了半赏 以下自信的脸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垮掉了 是他的骄傲和优越感 尤其是当了全班正多同学的面说出来 属实是打人打脸了 我无辜地眨巴着眼睛 轻轻叹了口气说 原本答应过阿姨不说的 是你非要问 宋依脸上挂不住 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教室 梁友兰被我说得无地自容 干脆也追了出去 他们俩 一个被我揭穿的真面目 一个被我啪啪打脸 正好可以互相安慰 抱团取暖 我可是在给他们创造机会呢 这一事我希望他们牢牢所死 放学时 看到在校门口张望的梁友福 我下意识地想要逃跑 那是源于骨子里的恐惧 宋依从小卖部出来 把一大袋零食递给了梁友福 梁友福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嘴甜的喊道 谢谢姐夫 姐夫真好 把宋依叫得心花怒放 梁友兰还飞速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好家伙 他俩还真是没让我失望啊 这么快就成了 前世宋依可追了他好久 估计是今天我闹的那一出 让梁友兰骑虎难下了 属于是歪打正着 我嘴角上扬 很失欣慰 同时也默默下定决心 这辈子一定要离 这对癫功癫婆远远的 就让他们放肆地去相爱吧 看看他们的爱情能不能赶天动地 给他们带来光明的前途 宋依转头看到我的瞬间 我利落转身 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多看他一眼我都嫌晦气 他却忙不迭地追了上来 陈月你等等 他拦在我面前 表情极其不自然道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谈恋爱也是很正常的吧 我有点没懂他的意思 所以呢 我问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在我妈面前乱说 这是我自己的事 原来他是在担心这个 那真是有点多余了 我心中冷笑 面上却是爽快点头答应 好 没问题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永结同心 前世的经历那样痛苦惨烈 我怎么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说完我便加快了脚步 但我还是看到了 宋依眼底划过的一抹担忧 因为我答应得太爽快了 他反而不放心 以至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他总是在暗中监视我 尤其是在我和他妈碰面打招呼的时候 见我果然没有提起他和梁友兰的事 才逐渐放松下来 和梁友兰打的也是越发火热 两个人经常逃课出去约会 或者就是梁友福在外面惹了什么祸 需要宋依出面帮忙摆平 不过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 重来一世的 我只想好好学习 去实现我的大学梦 是的 前世我没上大学 因为我在最后一学期怀孕了 在宋依甜言蜜语的哄片下 放弃了学业 在家里他生孩子 可最后这孩子 到底还是没有生下来 就在高考结束后不久 怀孕四个月的我意外摔了一脚 孩子没了 现在想来 哪有那么巧的事 梁友兰被迫退学嫁人 上不了大学 所以他让我也上不了 梁友兰被家暴到流产 所以他让我也流产 哪怕是他的亲骨肉 他也可以毫不留情地 置他于死地 结婚后 他更是把梁友兰婚姻中的不幸 一比一副刻到我身上 让我吃尽苦头 这个人的心是真狠啊 高三的时间很紧张 大家都卯足了劲的血 我虽然有前世的经验 却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平时除了复习刷题以外 也没忘记坚持锻炼 都也消了 期间宋一也主动找过我两次 想让我帮他撒谎 说班里要交班费什么的 好从他妈那里骗钱 不过都对我拒绝了 我以为他要钱 无非就是想给梁友兰姐姐俩买东西 谈恋爱吗 哪有不花钱的 直到那天他妈突然找到我 月月 宋一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他把我刚取出来的几万块钱 全拿走了 那可是我给他姥姥准备的 一年的生活费啊 宋一他妈王燕秋 手里拿着一张银行卡 边说边哭 而我脑海中却只闪过四个字 装 磨 做 样 面上却依旧淡淡道 我也不清楚 你还是去问他本人吧 王燕秋听我这么说 情绪更加激动了 硬时拉着不让我走 语气中满是责怪道 你怎么会不清楚呢 你不是天天都跟他在一起吗 我让你陪他复读 你怎么连个人都看不好 听完我都气笑了 不过倒也不意外 毕竟前世他是我婆婆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他那些虎脚蛮缠 倒打一耙的本事 我早就领教过了 宋义之所以能够轻松拿捏 控制我 也有他一份功劳 可惜我不会再惯着他了 刚要开口回队 一道熟悉的声音 就替我对了回去 月月又不是你儿子的保姆 凭什么替你看着他 喊你让月月陪你儿子复读 说好像天大的恩赐一样 你当你儿子是皇太子 考不上大学还挺光荣的 是我爸 他的到来让我安全感倍增 说完他一把拉过我的手 回家 王燕秋背下了面子 顿时又急又气 追着道 陈大勇你怎么说话呢 我儿子只是一时失手 下次他一定能考上的 宋义能不能考上 关我屁事 我只知道这一刻 我的小手被爸爸的大手牵着 很温暖 我爸是老实人 在工地上干活的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我能幸福快乐 开开心心 可惜前世的我让他失望了 也不知道我死了以后 他一个人是怎么过的 这辈子我要好好孝敬他 让他老有所依 我停下脚步转头看向王燕秋 问道 阿姨 宋义也不归宿 你是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问完我便再也不坐停留 大不留心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是的 他其实什么都知道 就在前几天 他明明亲眼看到 他儿子跟一个女生 去了超市对面的快捷酒店开房 那个女生就是梁永兰 当时他很自豪地 跟身边的人吹嘘说 我儿子就是有魅力 小姑娘都排着队往他身上扑 有人表示担心 可他现在不应该以学业为重吗 王燕秋却很不屑道 你懂什么 这叫劳逸结合 男孩子到了这个年纪 需要释放压力 再说了 是这些女孩子不自爱 主动送上门档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祝我们楼下的张阿姨 也顺嘴提了一句 可你就不怕让月月知道吗 你家宋一和月月 她算个什么东西 王燕秋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接着说 我儿子那么优秀 我想要什么样的儿媳妇找不到 那丫头单亲家庭 他爸又只是个在工地上 干苦力的农民工 家是样貌 哪点配得上我儿子 要不是看他成绩好 学习上能帮到我儿子 我才不给他这个机会呢 前世的我也是 后来才知道 原来王燕秋一直看不起我 求我陪他儿子复读时 说可好听了 把我当未来媳妇看 可我怀孕后 他却到处说我不要脸 上赶着倒贴他儿子 看到王燕秋急速变换的脸色 我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吹牛的时候不是挺得意的吗 现在出了事 知道哭了 晚啦 王燕秋也不是能吃亏的人 很快就把事情闹到学校去了 这也是梁友兰请假半个月后 第一天来学校上课 人刚走到校门口 就被王燕秋给逮住了 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小狐狸精 勾引我儿子 骗我儿子 去开房 还骗他钱 你这跟坐机有什么区别 你赶紧还钱 不然我就报警 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王燕秋扯着嗓子 就在校门口嚷嚷开了 一时间吸引了好多学生和家长过去围观 也给梁友兰整得手足无措 他拼命挣扎 你谁呀 快放开我 我不认识你 我是送你他妈 钱呢 我儿子给你的钱呢 那可是五万块呀 你那里相亲编的这么贵 王燕秋不仅出言侮辱梁友兰 还一个劲的在他身上扒了 没两下就把他衣服扯烂了 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差点走光 梁友兰都快哭出来了 直到宋一文生赶来 才解救了他 王燕秋没拿回钱 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他闹得更凶了 校门口的围观群众也越来越多 最后终于惊动了学校主任 主任办公室里 梁友兰的爸妈也被请过来了 梁口子一看就是财迷心窍的主 想要让他们把钱还回来 是万万不可能的 梁母双手插腰 气势十足道 听见没 你儿子自己都承认了 那钱是他主动给兰兰的 我们凭什么要还 梁父也是一脸蛮横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有本事你就把我这条冷命拿去 这梁口子就是滚刀肉 之前我就听说了 梁友兰那个惹是生非的弟弟梁永福 调戏了当地混混头子的女朋友 被人家打断了一条腿 急需用钱 宋一那么爱梁友兰 自然要帮他心爱的人解决问题了 梁友兰请假半个月 也是因为要在医院照顾他弟弟 你 你们 王燕秋气得头顶都快冒烟了 他自己就是个不讲理的人 不曾想这两口子比他还不讲理 他拿出手机颤抖道 我 我报警 我要告你们卖外 这是非法交易 是要坐牢的 他还是太天真了 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滚刀肉两口子 可人家根本没在怕的 梁母冷笑道 你报啊 到时候警察来了 我就说你儿子强剧我女儿 那些钱就是你们给的封口费 我倒要看看谁会坐牢 王燕秋一听这话立马耸了 他无论如何 也不敢拿自己宝贝儿子的前途去赌 他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 这件事闹得挺大的 为了学校的声誉 梁友兰还是被劝退了 反正他成绩不好 还闹出这么大的丑闻 又惦记着受伤的弟弟 也是没心思继续上学了 王燕秋还是像前世那样 把菜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以死相逼 宋毅才不得不和梁友兰分了手 可那怎么行呢 我不同意 这一事 要是不能看到他们在一起互相折磨 怎么对得起前世 在痛苦与绝望中惨死的我 所以我用小号加上宋毅 谎称是被他们爱情打动的学妹 跟他混手以后 便一个劲地怂恿他跟梁友兰私奔 我知道这么做是有点不地道 可前世他为了不让我参加高考 又何尝不是用尽手段呢 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即便如此 也远远比不上他带给我的伤害 我可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还有我的孩子 知道宋毅被他妈看得很紧 又没钱 我还特意给他打养护 趁着寒假暴露补课班 我大张旗鼓地宣扬补课班的好处 引得好多家长纷纷给自家孩子报名 王燕秋自然也走不住 可他不知道 宋毅拿了钱根本就没报补课班 而是买了机票 高三下学期开学的前一天 宋毅趁着他妈回娘家 鬼鬼祟祟地出了门 梁友兰正在楼下等他 两个人见面后紧紧相拥 最后还一起上出租车 宋毅就这么干脆利落地走了 急得他爸王燕秋满世界找人 甚至不惜低声下气来问我 可我也只是摇头说不知道 没过几天 一向骄傲的王燕秋就彻底泄了气 整个人憔悴不已 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宋毅倒是过得如鱼得水 我从朋友圈中得知 他们去了几千公里以外的 梁友兰老家所在的小县城 又在县城的皮鞋场里找了份工作 早上六点 我起床打开小号的朋友圈 刷到的第一条就是宋毅 加油 靠自己的努力给宝贝一个家 配图是穿上功夫的自拍照 我手指敲击屏幕 飞快地在下面评论到 学长真是太帅了 嘴角却是AKA都压不住的嘲笑 嘲笑他的愚蠢和不自量力 然后放下手机 开始被单词 宋毅 好好享受你的爱情吧 企业家就让我来当 还有三个月就要高考了 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 好多同学都陷入了焦虑当中 有些甚至都抑郁了 但我还行 因为我总能在宋毅的朋友圈里找到乐子 我知道他每天要上12个小时的班 工资却只有四千块 我还知道他的工资一到手 就会对梁友兰拿去 一分不少地给了梁友福 而他住在梁家 多吃一块肉都要遭白眼 那天凌晨一点 我都快睡着了 突然弹出一条对话框 是宋毅给我小号发的信息 突然感觉好累啊 你说我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在我忍不住名嘴偷笑的瞬间 消息就被撤回了 于是我也干脆装作没看见 正好不用回了 这才多久就坚持不住了 看来他们的爱情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不可摧嘛 第二天 宋毅在朋友圈里兴高采烈的 公布了梁友兰怀孕的消息 这让我小小的意外了一下 不过他俩那么恩爱 也是早晚的事 我赶紧给他回了个信息 恭喜啊学长 马上就是三口之家了 祝你们长长久久 发完我还特意问他 学长昨晚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对面很快回复道 没事了 谢谢你的祝福 还要谢谢你给我出的主意 要不是你鼓励我 我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 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回他 就回了个表情包 之后我就再也没关注过他了 他的心能动摇一次 就能再动摇第二次 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坚持得久一点 多吃吃爱情的苦 然而我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两个月后宋毅回来了 据说是他妈王燕秋 亲自去到那小县城 把他抓回来的 一回来就被关在家里 他妈一天24小时的盯着 不让充能 可是他妈能管得住他 却管不住有手有脚的梁友兰 梁友兰天天跑来闹 哭着喊着要见宋毅 加上他又怀了孕 很快就闹得小区里人尽皆知 周末放假回家 看到单元楼下围满了人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走近一看 居然是宋毅和梁友兰 两个人跪在单元门口 梁友兰看起来很虚弱 小脸都白了 无力的靠在宋毅肩膀上 看到这一幕 我心里又是一惊 这两个人还真是能折腾 这又是眼的哪出啊 围观的邻居们议论纷纷 有人说 这宋家小子也太混账了 小小年纪就把人家女孩肚子搞大了 还敢威胁亲妈 说要是不同意的他们在一起 就跪死在这 嘖嘖 这小姑娘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是逼婚来了 张口就要三十万彩礼 卖身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她有个弟弟 在外面欠了赌债 众人一听这话 脸上揭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而我也大概推测出真相来了 估计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梁友兰他们家人一手导演的吧 他们所在的那个小县城 距离我们这里又远 又隐蔽 之前王燕秋费尽心思都找不到 怎么可能一下子又突然找到了 他们就是拿准了王燕秋 舍不得儿子 才敢这么有恃无恐 但凡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圈套 只有宋义眼瞎心芒 还拼命往里钻 真是个大情种啊 也算没让我失望 我没逗留太久就回了家 因为心情好 还做了一桌子菜 把我爸都吓到了 连连安慰我 月月 那小子配不上你 你能找到更好的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终于忍不住小厨生 一边盛饭一边说 爸爸你放心 我才没有想不开 宋义能找到真爱 我替他高兴还来不及 爸爸眼神迟疑地看着我 直到我吃完了一大碗饭 外加半只鸡 脸上才逐渐有了笑容 不住地点头说好 看到我眼犯热泪 心里震震发酸 心里有个声音在说 爸爸 这一世我们都要好好的 这件事情闹到最后 还是王燕秋妥协了 虽然他不是能被轻易拿捏住的人 可架不住梁家鱼 对要钱不要命的父母 梁家两口子来闹了几天 事态被进一步扩大化 甚至影响到王燕秋的工作 他才不得不答应了 他也有要求 就是宋艺必须回学校上课 参加高考 为了让宋艺考上好大学 他还主动来跟我示好过 他先设为之前的事向我道歉 又数落宋艺不是好歹 有眼无珠 然后又跟我打一通感情牌 才进入正题说 月月呀 听说你现在都能排到年纪前五了 宋艺这几个月耽误的课程 你可一定要帮他补回来呀 你们当初可是约定好了 要一起上大学的 说着还把我的手拉过去 拍着我的手背继续道 那个姓梁的算什么东西 阿姨还是更看好 你做我们宋家的儿媳妇 他不说这个还好 一说就恶心的 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 因为同样的话 我已经听过一次了 我强行将手抽出来 轻松地笑道 阿姨 你们家门坎太高 我怕闪着腰 说完我转身就走了 还没走多远呢 又被寥有兰拦住了 陈月 你别痴心妄想了 我肚子里怀着宋艺的孩子 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分开的 他倒是开门见山 我内心巴不得他们俩所死 那可未必 即便没有我 等他上了大学 身边也会出现无数比你优秀 比你漂亮的女孩子 你觉得他不会动心吗 梁友兰表情顿时就僵住了 我是真为他着想的 希望他能有点危机感 牢牢抓住宋艺 果然 宋艺人虽然回了学校 可心思却半点都没花在学习上 因为梁友兰时时刻刻都要缠着他 你心情不好 肚子痛等理由 三天两头地要求宋艺请家陪他 宋艺一模二模的考试成绩 全年级倒数 三模更是直接气考了 听说王燕秋想让他上大专 可梁友兰却一个劲的阻止 这段时间也是没少闹腾 可惜我约了同学去毕业旅行 没有亲眼看到 回来已经是一个月后了 快递员小哥 给我送来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正好被下夜班回来的松艺看到 他顿时停住了脚步 我分明看到他打亮我的眼神中 有一闪而过的经验 好像费了很大劲才把我认出来似的 叫我名字时都带着不确定 陈月 你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 嗯 他很快就注意到了 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 表情是难掩的羡慕 你考上A大了 恭喜你啊 可惜我不能陪你起去 是清北 我晃了晃手里的录取通知书 打断道 他明显没反应过来 啊 我嘴角上扬 笑得眉眼弯弯 重复道 我考的是清北 A大从来都不是我吸一个大学 这次我要为自己而活 宋艺在原地愣了许久 直到王燕秋出来把他拽走 边走还边嘀咕 不就一个破清北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儿子 听妈的 咱们再努力一年 考个比他更厉害的 话音未落 就被另一个更加急切的声音打断 还考什么考 生孩子养孩子 不用花钱啊 是梁友兰 他已经住进宋家了 说完他又拉住宋艺的胳膊 委屈的撅着嘴 老公 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 只求你能陪在我和宝宝身边 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气得王燕秋破口大骂 都是你这个小狐狸精 天天柴怒我儿子 他这辈子都被你毁了 梁友兰也不甘示弱 什么叫毁了他 有本事你就让他当富二代啊 整天望子成龙 也不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命 他直接就跟王燕秋吵了起来 两个人一人 拽着宋艺一只胳膊 使劲拉扯 互不相让 王燕秋提高声音 我儿子本来就是人中龙凤 以为谁都像你那个废物弟弟似的 我弟弟怎么了 你凭什么说我弟弟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梁友兰袖子一撸 两手插腰 气势上倒也不说王燕秋 我在一旁看得十分激动 想劝他们别吵了 打一架多好 宋艺被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左右为难 脸上记事无奈 很显然 过早进入婚姻的他 并不具备平衡婆媳关系的能力 再加上还有吸血鬼式的 梁家老两口 和无底洞一样的小舅子 往后的鸡飞狗跳 可想而知 宋艺 这都是你应得的 好好享受你的精彩人生吧 九月份 我去大学报到了 踏进校门的那一刻 我才真正的意识到 这一时 有关于宋艺的一切 都与我在无半点关系 重生的意义就是 不再重蹈覆辙 我的大学生活充实而忙碌 兼顾学业的同时 也在不遗余力的 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基础 我并不打算投机取巧 直接复制宋艺前世的成功经验 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 走自己的路 当然了 毕竟比普通人多活一辈子 也算是占尽先机 自从我考上清北以后 楼下的张阿姨就主动加了我VX 时不时的就跟我分享宋家的八卦 这回更是给我发来一段视频 视频中 梁友兰又哭又闹 控诉王燕秋这个恶婆婆 害得她没了孩子 王燕秋一个劲的否认 可却连她的亲儿子都不相信她 她的衣服鞋子 私人物品 通通被梁友兰扔到门外 还叫她滚 宋艺也劝她先出去住几天 等梁友兰消气了再回来 被儿媳妇扫地出门的王燕秋 离开家时的委屈和不甘 我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 不过梁友兰没了孩子这事 还真不是王燕秋的错 说来也巧 开学前几天 还要抓住宋艺的心 过两年领完证 要尽快在房本上加名字 梁友兰不仅没有半点反对 还十分赞同说孩子可以再生 可弟弟只有一个 我是姐姐 我不帮她谁帮她 我当时小脑都萎缩了一下 所以他们把孩子当什么 工具吗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梁友兰可以为了弟弟牺牲自己的孩子 宋艺也可以为了白月光 牺牲她的孩子 他们两个还真是绝配呢 梁友兰如愿得到了来自爸妈的夸奖 更是拍着熏谱保证到 爸妈放心 弟弟是我们家的独苗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弟弟的 那模样就跟中了邪似的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恐怖 梁友兰已经被她的父母 完完全全地培养成了一个机器 专门为弟弟服务的机器 我之前还在想 梁友兰私自把孩子打了 要怎么跟宋艺交代 没想到她转头就把锅甩给了王燕秋 还趁机挑拨王燕秋和宋艺的母子关系 来了个一十二鸟 高 实在是高 真的很想看看宋艺知道真相后的表情 不过我长记性了 绝对不会多管闲事 多嘴多舌的 一切都交给命运吧 整个大一都忙得脚步粘地 因为很多事情需要我亲力亲为 寒暑假更是到处跑去拉投资 直到大二开学前半个月 第一轮融资让我精心筹备的项目顺利启动 选着的心才算落下 那天我真的很高兴 宋艺和梁友兰也很高兴 因为他们终于领这儿了 暑假时 我已经攒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准备把现在租住的二十一厅买下来 给我爸养老 约了房东来我加签合同 结果我有时耽误了 比他晚到一步 隔老远就听到王燕秋在嘲讽我爸 呦陈大勇 该不会是交不起房租 房东来年你了吧 要不怎么说女娃就是赔钱货呢 亏你还辛辛苦苦赚钱 供他读大学 将来不知道便宜了谁呢 他出去这一年多就没怎么回来吧 嘖嘖 怕是早就给野男人讨论 他边说边摇头 把随意边造的谣言当成真理 别人信不信不知道 反正他自己是信了 还沉醉其中 简直可笑 房东都听得直皱眉 抢在我前面对了回去 你也是女人 你真看不齐你自己吗 哎你 看清楚了 我是来签买卖合同的 月月那小姑娘有出息 把我的房子买了 全款 王燕秋的脸顿时就绿了 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而我甚至懒得多看他一眼 直接把房东请进了家里 我这合同还没签完 宋家那边又传出激烈的吵闹声 声音最大的还是王燕秋 就听他歇斯底里的吼了一句 你凭什么卖我的房子 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起来了 立马窜到门口去看热闹 原来是梁友兰又在作妖了 他竟然带了中介过来 要卖掉房子给他弟弟凑彩礼 这一举动把宋义都惊到了 兰兰 这房子不能卖 卖了我们一家人住哪啊 梁友兰似乎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也毫不在意 他说租房子住呗 我弟弟好不容易相亲成功 我这个当姐姐的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他说的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他心甘情愿掏空自己的血肉 去供养那个不成器的弟弟 可宋义却是一脸的愁苦 看得出来他那根弦已经被绷得很紧了 他快受不了快崩溃了 他咬着牙极力忍耐道 我说了不行 这房子我不卖 梁友兰双手插腰 态度十分强硬 不行也得行 我就这么一个亲弟弟 他可是要为我梁家传宗接代的 要么卖房处彩礼 要么就把房子过户给我弟弟 你选吧 房本上加了名字就是有底气 就算离婚这房子也有他一份 不可能 你想卖这个房子 除非我死了 王燕秋尖叫着 随即又扯过宋义的胳膊 满是满怨道 当初我就不同意让他加名字 你非不听 他是什么德性 你还不清楚吗 这两年 我们里里外外贴补他娘家多少了 他那个弟弟 就是无底洞 你看看陈月 都买房了 你却为了这个狐狸精放弃学业 自毁前途 现在连家都要没了 王燕秋越说越伤心 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毫 天爷 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呀 生了这么个没出息的儿子 又摊上这么个儿媳妇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宋义在他妈提到我的时候 就把目光投了过来 眼神中除了羡慕 更多的是无奈和自卑 这两年他变化很大 瘦了 皮肤黑了 眼下两团乌青 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浓重的疲惫感 再也不似从前那个神采飞扬的少年 将尉在看他 他立刻将视线转到别处 不知道是觉得丢人还是怎么 脸一下子就红了 他迅速把中介赶走 又一手一个的 把梁友兰跟他妈都拉进屋 然后把房门重重的关上 即便如此 还是能听到从房间里传出来的 断断续续的争吵声 得 没戏看了 我肩膀一怂 有些失望 跟房东商量好过户时间后 客客气气的把人送走了 这里以后就完完全全属于我和爸爸了 这是我们的家 一想到这个我顿时充满干净 撸起袖子开始大扫除 居然在爸爸的柜子底下 发现两瓶价值上签的好酒 爸 你这酒哪来的 我很意外 爸爸虽然喝酒 但他是个对自己很节约的人 他哪里舍得买这么贵的酒 结果不问 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这酒居然是隔壁王燕秋送的 背后还有个很羞耻的事故 我爸都有些难以启齿 在我的连番追问下才不都不说 就是去年梁友兰流产后 把王燕秋赶出去住了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梁友福天天带女朋友过来 打着照顾姐姐的旗号蹭吃蹭喝 简直把宋家当自己家了 结果不知道怎么的 梁友福当时的女朋友 就跟宋义搞到一起了 还被梁友福捉肩在床 梁友福气急了 拿水果刀伤了宋义 刚好被我爸碰到 还是我爸把他送到医院的 医生说他伤了命根子 以后恐怕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这两瓶酒 就是王燕秋叫我爸保守秘密 给个封口费 我听完整个人都呆住了 居然还有这种事 所以说哪有什么意见钟情 不过是见色奇异罢了 不出所料 卖房子这事最后还是宋义妥协了 毕竟梁友兰也算是抓住了她的软肋 她把房子过户给梁友福后 梁家三口很快就搬了过来 而他们母子俩只能在小区里租房子住 好在也算是消停下来了 等我过年回去的时候 还听说梁友兰又怀孕了 宋义脸上也是阴霾禁嫂 万里晴空 她高兴是应该的 这孩子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恩赐 虽然她这辈子 已经被伏地魔梁友兰拖累得很惨了 并且以后还会更惨 但一想到她这样的人都能有孩子 心底就窜出一股无名火 渣子也配为人妇 不理解 但我始终相信命运自有安排 却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一天 宋义突然就出现在我面前 此时我刚跟小伙伴们一起加班 赶完新项目 把他们一个个都送上出租车后 我也准备打个车 晨月 我下意识地抬头 看到宋义手拿一只玫瑰花 站在不远处 她的衣服 发型 就连脸上的笑容都充满了刻意 我顿时警觉起来 你来干什么 我问 她朝我走过来 来找你呀 你真厉害 都当老板了 不像我 说着她低下头陷入沉默 担赏后才好像下定某种决心似的 重新将目光投向我 晨月 我后悔了 我终于明白 你当初劝我不要跟梁友兰在一起 是真正的为我好 她心里只有她低 我们家都被她榨干了 为了赚钱给她低 她竟然把我唯一的孩子都打掉了 还嫁祸给我妈 她说的是之前那个孩子 可为什么她说那是她唯一的孩子 梁友兰不是又怀的吗 难道不是她的 这信息量 我真的很后悔没听你的 如果我上了大学 生活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或许我们俩也早就打住 越说越离谱 我实在听不下去 你找我如果只是为了说这些 那没必要 她后不后悔跟我有什么关系 说完我转身就要走 她急忙跑到前面拦住我 晨月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你这些年都没找男朋友 不就是心里还有我吗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会跟梁友兰离婚的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犯过错 原谅我 我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 说着她还伸手来拉我 吓得我连连后退 别碰我 再这样我报警吗 晨月 我是认真的 那我也认真的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 我们俩这辈子都不可能 你再这样我真的会报警 她这样子真的很吓人 感觉精神都不太正常 不过她好像也挺怕我报警的 立即就表示会马上离开 但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遇到点难事 我需要很多钱 滚 我都被她肿无语了 还借钱 借个屁 骗感情可以 骗钱不行 亲眼看着她走远 我悬着的那颗心才放下来 第二天接到爸爸的电话 才知道梁宋两家出大事了 宋一拿到爸怀孕五个月的梁友兰给捅了 因为她意外发现 警察正到处找她呢 难怪她要来找我借钱 这两家人其实也好打发 只要把钱给够 肯定可以和解的 想当初宋一为了梁友兰 可是不惜牺牲一切的 如今两人竟也走到了拔刀相向的地步 真是令人唏嘘啊 宋一这回是真的失踪了 就连他妈脑衣血去世 她都没出现 两家人倒是靠着吸宋一的血 彻底翻了身 有房有车有存款 梁友福不用工作 都能过得很滋润 就是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哪个瞎眼的公样 愿意嫁给她 他们甚至还想打我的主意 说只要我能给他们家生儿子 就给我十万块钱彩礼 把我恶心的够呛 我爸也觉得 跟他们做邻居太会气了 就同意卖掉房子 跟我一起搬到避世的大别墅去住 搬家那天 我看到梁友兰带着一身伤 跑回来找他爸妈哭诉 没多久又来了个 看着比我爸年纪还大的大叔 把他接走了 听说这就是他现代的老公 他的价值 只能体现在对弟弟的帮扶上 生而为人 却没有活得像人样 也是可悲 五年后 我终于成了名声大噪的你企业家 我的创业故事 被各大媒体记者争相报道 三十岁生日那天 好闺蜜洛洛说 她在替国给我准备的惊喜 叫我无论如何都要去赴约 我没办法只能去了 洛洛神神秘秘的 带我去了一家隐藏很深的餐厅 这家餐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所有服务员 都是裸露着八块腹肌的南模 看得我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这是什么人间仙境啊 洛洛很是得意道 在一张色色的男女当中 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是宋义 别的不说 他的颜值还是很在线的 出场没多久 就被一个绑大妖元的中年男人 拧进了二楼房间 我是真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遇到消失多年的宋义 我还以为他死了呢 看到他现在这样 我心底的仇恨和执念 一瞬间就都是坏了 命运不会辜负每一个善良的人 愿我们都能活得精彩